各位同胞好 近来三峡大坝严重变形的消息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因为严重变形会导致大坝垮塌 三峡大坝高达170多米 库区水容量达到200多亿立方米 一旦大坝垮塌 三峡库区巨大的水量将会一泻千里 淹没、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众多的地区和城市 将会造成3亿多人民的生存危机 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浩劫 在三峡大坝工程建设之前 就有众多的水利专家反对兴建大坝 在当年全国人大表决当中 只有67%的代表同意修建大坝 创造了人大历史上最低的赞成率 众多的专家和人大代表反对兴建大坝的一个重要理由 就是在现有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下 工程的质量根本无法保证 大坝会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三峡大坝采用的是混凝土重力坝技术 大坝内部会随着温度的变化 而会出现很多的空洞 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 大坝就会漏水和变形 而且在兴建过程中 各级负责机构和施工单位都普遍会存在腐败现象 不可避免的就会影响大坝的工程质量 所以在蓄水之前 大坝就已经出现了80多条裂缝 今年7月6号 一向隐瞒真相的三峡集团 也不得不承认大坝已经发生了 未移 与此同时 三峡大瀑布景区 宣布从7月6号起停止对游客开放 所有的这些信息加深了人们对三峡大坝安全的担忧和焦虑 虽然一些官方媒体表示大坝现在仍然安全 但是由于这些媒体工信度极低 这并不能够减少人们的担心 反而会增加人们的忧虑 由于工程质量有问题 过去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大坝溃堤事件 十几次桥梁倒塌事件 上百次楼房倒塌事件 这些用人民的血泪写成的历史经验表明 只要贪腐存在 工程的质量就无法保证 而最终的受害者总是那些无辜的百姓 我们绝对不能够允许三峡大坝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倒塌 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都不能够承受这样巨大的人道灾难 现在一些地方的公民已经形成了关注三峡大坝安全的群体 还在电报上组建了三峡安全关注平台 可以让全国各地的公民 海外华人各国专家学者 一起在这个平台上交流信息 群测群力 我们的目标是旅行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获得关于三峡大坝安全的真实信息 我们提出下面几项具体的要求 一邀请国际权威水利机构和专家 对三峡大坝的工程质量安全性能进行联合的检查 并且发布正式的公告 二在没有完成彻底的安全检查之前 三峡大坝不要蓄水 我们也向所有的安全受到威胁的在三峡大坝下游的居民 向你们呼吁尽快地形成本地的互助群体 然后通过电报加入三峡大坝安全关注平台 以便交流信息 商讨办法 协调行动 为了长江中下游 三亿多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为了中华民族 避免一场浩劫 大家一定要联合起来 一起行动 下面是注册使用电报的方法和通讯安全守则 只要遵守基本的安全守则 电报就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通讯工具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花几分钟的时间 仔细的阅读通讯安全守则 同时也要请大家广泛的传播 我们这个视频中的内容 让更多的人参加到这个自救互助的队伍中来 谢谢大家 我们在电报群里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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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